TNC 2022 ICT paper1A,MG第28题 今年只有27%的学生答案 这次都是问传统的algorithm的问题 问法都是惯常的问法 有algo1,algo2 不过以往的问法通常是比较这两个algorithm 它们的优点缺点各在哪呢? 这两个它说是一样的 左边和右边两个algo是一模一样 看来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例如assignment statement 基本上这四句是照抄的 就是一样 左边是repeat until loop 右边是wow do loop 现在问wow do loop里面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法以往都问过 wow do loop repeat loop 一个是做了才问 repeat until true 那你就收工 wow do loop就是问了才做 as long as这个是true 那我就loop了 所以missing part这个条件 一定是repeat loop的相反词 正正就是它的opposite 换句来说 相反词就是nod了 为什么会是相反词呢 因为在repeat loop里面 如果这个是true 你就不再loop wow do loop 如果是true 你就继续loop 刚刚相反的逻辑 所以现在我只需要将这个condition 就nod了 nod了这个也不简单 因为今年这题 这个会涉及一个 我们叫demorgan's law 题目的ABCD的答案 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每个人来说 你要用Demorgan's law 将这个breakdown 拆散它 有些类似的数学 distributive law 即将它expand 我印象中 这个law虽然 boolean algebra 或者boolean logic 在coding里面 或者在ICT方程里面 是有格 但是我正式讲这件事 因为这个expression 你要拆的时候 就不能够用common sense去做 因为实情是这样的 如果要not 就是expression 是a or b 好像将它expand 成进去 其实不是真的成 这个就是not a 接着就是not b 但是中间这个 就不会是or的 拆了它之后 debogger's law 就讲这个是not a and not b 所以如果我将这个expression 就是用debogger's law 把它expand 就是拆了它 这样就会是x等于20 我们not了它 就是x不等于20 另外y大于15 not了它 就是y小于15 就是它的相反词 但是中间这个 是a来的 不是not 所以对回题目的答案 这个就是c for cat 看回考评局的报告 今年 最多人答的答案 是d for dot 而dot的答案 中间这个是有个or字的 所以很多人中复一复 就是想着照抄这个or 但是debogger's law 刚刚这个是相反用了n 但这个我又觉得很合理 因为 课程里面 所谓的boolean algebra 或者boolean logic 就并没有这个那么复杂 所以小人答得对 这个是正常和合理 所以这里我们再解一解 就是not a or b 为什么中间这个是and 其实可以用图片去解释出来 我们设计这个图 我们当ab是两个人 a这个圈圈 就代表它的社交距离 譬如1.5米 b也有它的社交距离 现在这两个比较近一点 所以中间有些地方 是大家重叠了 大家intercept了 而ab以两个人以外的框框 它两个人的社交距离之外的地方 就有一个大的黑色循方形表达 接下来看一看 什么叫a和b 其实就是这个范围 即a和b 就是cover到的范围 就是绿色这个框框 就是a和b的意思 如果我们not了它 整个not了它 就是绿色范围以外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这里 就是红色这里 这个就是not bracket a和b 如果想用demore 将not拆进去 就是expand它 那我们看看 not a和not b 是什么范围呢 not a 就是a以外的地方 就是b圈以外的地方 那我们全部范围 除了b不要范围 那你会发现这个南间和黄间 这个地方呢 重叠的地方 就是an an 刚刚就会等于左边 红色间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有南间 有黄间 这个就是not a and not b 就和这边not bracket a和b 红色的地方 是一模一样的 而我们比较 这个呢 其实大家是同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apply the morgan's law的时候 拆个not 进去 这个or 要转and 跟着呢 我们都要懂得举一反三 就是说 如果反转 是not a and b 的呢 拆个not 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not a and 就会变回all all not b 好了 起码大家记得这条law 好 zcz